最近 接連兩名中共外宣記者 在白宮記者會上拒絕承認來自中國 引發網絡熱議 有網友表示 連中共黨媒記者都以身為黨媒代理人為耻 可見中共在國際社會上的名聲之差 4月8號 在白宮記者會上 一名亞洲記者向川普總統提問 川普問他 你來自哪裡 這名記者回答說 臺灣 並聲稱是代表外國記者團提問 由於臺灣記者很少在這種場合出現 觀眾都很興奮 期待他提出有意義的問題 結果他只是問了向伊朗輸出醫療物資 和民主黨競選總統的問題 讓外界懷疑 他不是真的臺灣記者 很快網友就查出了他的真實身份 上海東方衛視記者張精益 不過 他確實出生於臺灣 但很顯然 川普是問他來自哪家媒體 而不是問他的祖籍 事件引發網絡熱烈議論 為什麼中共官媒的記者 不敢在川普面前承認自己的身份 因為他們心裡很清楚 他們在自由社會裡面的這個名聲是什麼 就是名聲很臭 我們都知道中共的體制下面 是沒有一家真正的自由的媒體 都只有宣傳工具 沒有記者 只有宣傳員 所以他們就是要用謊言來演示 然後用謊言來演示潛入白宮 在此之前 香港鳳凡衛視記者王佑佑 4月6號在白宮記者會上 也三次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不是為中共工作 事實上在中共的官媒記者被美國方面定義為外國代理人 在這種情況下 他無法再以外國代理人的身份進行採訪 所以他刻意就要迴避身份 互聯網觀察人士骨盒認為 中共未達到滲透的目的 以後仍會假借其他外媒來散播它的影響力 相信今後這個中共的官媒記者 會以更多國家的媒體的身份出現在西方國家 這就是他們滲透的方式 網友黃子音表示 中共一直以謊言和暴力來操縱媒體 因此 這些記者以欺瞞的手法蒙騙川普 也不足為奇 中共官媒記者連續不承認中國 而聲稱自己是香港人、臺灣人 被網民嘲笑說 中共記者造反了 搞完港獨又搞台獨 中國在國內向來煽動民族主義 一直聲稱自己多麼強大 要人們所謂的愛國 結果 現在被這兩名記者打臉 尤其王又又三次撇清與中共的關係 更遭網友嘲笑 說她三次不認主子 是反國、反黨 應該拉出去斬了 而張青毅則兩面不是人 被兩岸的網友痛批 臺灣網友認為 藉著臺灣與美國關係良好的名義 來美化中共的大外宣 獻臺灣於不易 並且在享用所有臺灣資源的同時 還利用自由民主的臺灣 幫中共收集資料 行為可恥 還有網友說 這時候就把臺灣搬出來 真的很丟臺灣人的臉 大陸網友則批他是台獨 並質問 中國東方衛視提供你吃穿 你竟然說自己是臺灣來的 領中國的錢在美國白宮公然搞臺獨 也有網友說 中共官媒記者 都以自己是黨媒代理人為耻了 可見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名聲臭到了什麼程度